猜些民众PO文的就是这只养在家中的鳄鱼已经有两公尺长了 看来身强体壮的 随着凯米台风降下好大雨 他家水淹到腰部的时候 鳄鱼蓝色的门锁松开 小鳄游出家门 四处连忙发文提醒周边的居民 发现的话不要紧张赶快通知他 他会带着六狗神去把鳄鱼牵回家 淹水已经够让人崩溃了 竟然还会出现鳄鱼 网友连忙转发 不过四组后来又颇文说 小鳄自己又回家了 解除了危机 让网友笑说野外求生还是比较困难的 另外嘉宾水上乡多个村庄淹水 在粗溪村内溪村相继发现 两去浮世之后 又有民众在巴掌溪的堤防边防汛道路逆水死亡 警方查出是63岁的男子和妻子骑车外出时 经过防汛道路因为淹水蛮深的 他下来推车 不小心摔落水沟 妻子想救人救不到又没有人经过 等到通报119赶到时 人已经死亡 而防汛道路虽然水退了 但是满地的淋漓 骑车经过的民众几乎都惨衰 而巴掌溪的社区 因为巴掌溪议题 造成不少社区都淹水 在大水退后 现在居民最伤脑筋的是 要怎么清理家园 东山新闻吴欣梅在嘉宾报道 那边淹水了 是不是他还想过去 我应该拿个喇叭在这边说 不疼过了啦 你看这个没过 而且这是什么 欸狗狗龙的 等一下就狗龙了 等一下这都会狗龙 我看他会不会狗 没有那可以狗狗龙过去了 看他会有勇耶 诶 它过去了 哦没有 它就爬头了 诶 没有 它真的过去了诶 诶 它半个人 哇 这个营面 哇 这里狗狗都是贩车诶 哇塞 它过了诶 现在我们要到 套运全热身段 以后需要使用 接近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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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四甩 四跳 这边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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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南部昨晚暴雨 鹿港天后宫的庙城 变成了池塘 天宫炉海泡水 就是因为受到台风凯密的影响 干化地区昨晚雨是加大 多个地区出现淹水 鹿港天后宫的庙城水深 达到了膝盖高 详细的众泡浪年线记者 详细的众泡浪年线 主播观众受到台风凯密的外围环柔影响 鹿港的天后宫庙城水深达到膝盖这么高 仿佛出现了巧食堂 而且当时雨还在不断地灌进去 那天宫炉跟供桌都被泡在水中 那庙房也紧急使用了抽水机来抽水 事实上彰化在昨晚雨是加大 六点到九点晚 短短的三个小时内就下了高达一百六十毫米的雨量 导致鹿港市区多处淹水 那老街商圈的荣誉理事也表示 当时的暴雨是来得又快又急 才会导致天后宫老街还有工会堂广场再度淹水 只能紧急启动抽水机加强排水 以上最近情形将全镜头交换棚内 好主播记者目前所在的位置 在台中市区 通过画面可以看到台中市区目前就是呈现这样子 狂风暴雨的状态 而且这雨势大约从下午四五点开始 就是这样下雨势非常的惊人 也非常的大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路上行人已经非常的少了 只剩下零星的一些车辆 因为大家知道一出来一定全身马上都会淋湿 所以大家现在都完全不敢出来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雨势有多夸张 不然路面都已经开始有一点积水的状态 在台湾大道上大家都担心 会不会像之前一样变成整个滑水道的状况 雨势可以说是非常的大 那我们知道其实凯米台风 整个台风中心虽然已经离开了台湾 不过它的暴风圈还是笼罩着台湾的西半部 在中部地区其实下午的雨势就非常的惊人了 那其实消防队也陆续有接获 包含是树岛以及耗枝灯都有损快的情形 目前警方也已经出动来进行交管了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路上车辆还算蛮少的 因为其实这几天包含台风架的关系 外出的人就已经减少了 包含在路上店家也开得少 因此其实在路上车少行人 大家更是不敢出来 不过依照这个雨势大家担心 会不会有没有可能淹水甚至淹到家里面 因此大家也都持续关注这个雨势 当然也呼吁观众朋友们出门也得注意安全 好了以上就是想要最新 再把时间交换给棚内的主播 土石流泥流滚滚不断冲刷 居民撑着伞互相搀扶小心翼翼前进 只见泥流已经淹到膝盖 还有人冒险穿越差点跌倒 这里是南投县信义乡 凯米台风袭来经过一夜大雨 放眼望去几乎被土石占据 贵手也进驻紧急抢修 其中著名的东浦温泉区 连外道路头九五线四点三公里处 因为路基掏空便桥也被冲断 导致东浦村连外交通全断 这还不是当务之急 居民担心的是连家都快要不能住 民众的家里已经到我的膝盖了 布置道路泥水也沿进家中 桌椅家具统统泡在水里 尤其雨持续下 水怎么抽都抽不完 居民抢救也来不及 你们都泡水了 但是我们是有一些东西 有稍微先预先垫高了 小时候都很少台风有了 经过这边到中央山 卖就被破坏了 道路的中断现在有做变桥 所以昨天晚上就把我们的游客 包括我们在地的居民 现在都已经陆续安全的一个撤出了 新一乡灾情严重 双龙部落连外道路受到大雨和溪水掏空影响 路面破了一个大洞出现天坑 深度落差将近两层楼 警方互报拉起封锁线禁止通行 相公所表示会先填土尽快抢通单线 而在台21线和台16线交接处也发生边坡摊坊 目前全线封闭中得等待重机具清除土石后才能通行 东森新闻魏宏青在南投采访报道 凯米台风的威力有多恐怖 看看这画面 一辆白色轿车卡在家门前 就是因为水淹到半个轮胎高 根本动弹不得 这里是彰化20 看看水流速度有多快 黑色垃圾袋 白色塑胶袋 就这样从车旁飘过去 彰化傍晚 淹起大水 20大淹水 民众拔腿涉水 有人冲进杂货店仓库搬货 就怕所有的通通都泡了汤 也有居民想要努力扫水 为的就是避免损失惨重 汪洋一片的是彰化深港 水淹的高度几乎要到了变电箱 停车场的边界就像是个结界 分了水路两道 淹水成灾 车辆想要经过 时速只能放慢到10公里以下 慢慢水路 看不到回家的路 但通往回家的路 就像彰化和美这样 水已经淹到了小腿肚 积水几乎冲进了民宅 门前柱子有团急的水流 看得人心惶惶 吓得民众赶紧移车 就怕一不小心变成了泡水车 因为在德美路上 水淹的高度就已经到了膝盖 车辆轮胎几乎都要淹没了 在彰化花坛从驾驶车窗望出去 看到的几乎是绝望 这样该怎么下车呢 凯米台风导致暴雨 汽机车要通过 其实真的很危险 危险的还有这 彰化鹿港多处急淹水 像是停在住宅空地前的机车 几乎都淹了半个轮胎高 跟着车辆向前行 仿佛是在一片汪洋上滑行 鹿港大暴雨 各地成灾 民众住家也通通都是水 凯米台风重创中南部 民众心中真的只有觉得苦 东森新闻中部中心综合报道 滚滚吸水淹没河船 台风加上年度大潮 彰化浊水溪 吸水暴涨 水位持续上升 相关单位立刻到场 进行防护 堆起长长沙包 就怕吸水溃提 后果不堪设想 彰化靠海的大沉箱 水淹到救灾人员 腰部已上 行销人员货报赶紧搬来梯子 协助住户脱困 考虑住户安全 大沉箱公所 针对临近出海口的台西村 顶庄村 公管村永和村 山脚村和谭前村 六个村预防性撤离 国军也到场协助 戴着日常备药 离开熟悉的家 脸上满满无奈 国军弟兄冒雨救援 但到了灾区 军弟问了住户要撤吗 不少人选择守在家园 阿姨 你都要走吗 没有啦 因为我家里面还有动物 我们都看电器啊 看电器啊 所以没有要撤离 没有 我们自己注意小心就好 你都不要走 小朋友你都不要走吗 我也是才帮忙停 你都要走 我怎么走 于是减缓 居民同样还在观望 两部军用车备用先停进 顶庄国小 而撤离的民众目前则被安置在大城国小和西港国小 收容的是以自主撤离的为主 准备的民生物是有泡面 矿泉水以及民间单位捐赠的面包 准备好满满粮食 要给居民一个安全的地方 我们的新闻 陈永毅在彰化报道